远方的家行走海岸线市这组 继续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行程 走进鸽子窝公园 了解浪淘沙北戴河的创作背景 毛主席1954年是两次到北戴河 他们生于私长于私 用勤劳和智慧追赶时代变化的脚步 过去依赖着海洋的资源 现在也要靠着好的海洋生态 做旅游维生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从历史中寻根 在大海边创建新的家园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第82集 戴河两岸幸福家园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行走海岸线市绿组 继继继继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形成 二十世纪的中国诞生了四大避暑圣地 分别是庐山 墨干山 激光山和北戴河 其中北戴河是唯一的海滨避暑地 得益于临海的优越条件 即便是在炎日的七月 北戴河的平均启温也只有24摄氏度左右 这里的海滩沙软潮平 海水清澈 青山与大海相应 从古及清 北戴河都是一个被赞美和向往的地方 来到这里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 便是鸽子窝公园 毛主席1954年是两次到北戴河 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首先到了上海关 到了秦皇岛药花玻璃厂 到了秦皇岛的港工局 又到了北戴河 那么可以说呢 他这个休息办公时间呢 是两不误的 他来的目的实际上就是1954年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 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呢 基本已经定稿了 这段时间到秦皇岛北戴河来调研 1954年 毛泽东主席就是在这里积木原条 感慨万千 写下了广为流传的浪淘沙北戴河 这也是他唯一一首 以海洋为题材创作的词作 如今已过去60多年 我们来到他的创作地 再次引诵这首词感慨万千 大雨落幽烟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大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可以说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色 这个描述是非常贴切的 很像 知相随边 往事月千年 魏武徽边 当年的诗人啊 在这里感慨万千 因为当远处啊 是阉山山脉 再往近一点呢 是这个秦皇岛的市区 就是秦皇岛所在地 他当年在这里写诗 我们也一定会想到今天的中国 国富民强 也是他老人家希望看到的 我们今天做到了 北戴河历经百年 九富盛名 有人赞美他的清晨 也有人称赞他的日落 有人描写这里的奄奄夏日 也有人感叹这里雪花漫天 北戴河因旅游而行 以度假而闻名 很多我们熟知的名人 都曾到访过北戴河 秦皇岛地区啊 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那是很重要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北戴河 在秦皇岛沿海一线 在汉代就已经成了 中国北方最著名的 三大军港之一 就足以证明 北戴河除了地理位的优越以外 它当年的陆路交通 海上贸易 在北方来说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北戴河古城雨水 因修剪金鱼铁路时 在这里设置北戴河站而得民 1893年 金鱼铁路的总工程师金达 在勘测线路时途经北戴河 发现这里沙软潮坪 在金金地区广为宣传 1898年 秦光举地 秦批秦皇岛开布 同时也将北戴河海滨 辟为避暑地 这本书是北戴河记忆 它这上面能记载着 北戴河最早旅游的一些其量 这个封面是 中国第一副旅游招贴画 招贴画中那会儿的广告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广告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骑马的 骑马的 一位穿着 应该是泳装的女士是吧 对 当时来北戴河旅游度假的 主要是外国来华的 驻路工程师 在华使节 商人和传教士等 他们在这里四处寻觅土地 揭露造屋 在北戴河兴建了很多别墅 这幅画就是第一栋别墅落成之日 一位外国女士 骑吕先来庆贺 在别墅旁的树荫下休息时 被一位画家画了下来 这幅画后来被铁路工程师金搭得到了 他拿这幅画在每年暑期招揽这个游客 还有招揽这个外国人才的北戴河 开发北戴河来北戴河旅游 就是在北京天津 就是进铁路沿线 在这个货车站附近发这个英文招贴 叫广告 也就是当年这个旅游招贴画 不是贴在北戴河的 不是 一丸金沙拥碧海 两山绿树演红楼 说的就是北戴河一侧是碧海沙滩 一侧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别墅建筑 从1897年 英国人在北戴河修剪第一栋别墅开始 陆续有20多个国家的人 涌入北戴河新建别墅 中国建筑学界将北戴河老别墅的风格 归纳为红顶素墙 高台明朗 北戴河的老别墅叫外郎式建筑 实际是欧洲的工程师 在欧洲建筑文化的基础上 吸收了中国建筑元素 形成了一种避书地 外郎式建筑的一种样式 高台就有北戴河地出海边 空气比较超时 它就有的方法就挖了一个地印子 大家看到这个有一个排气孔 这个排气孔就是地印子的那个除气孔 离地面都有一米来高 就是排高地面 走在古朴的小路上 两侧房子无不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红顶素墙与绿色植物相迎撑去 一草一木都透着光阴的故事 当地人习惯把这些别墅称作老房子 老房子是北戴河的精髓 它们让建筑充满失忆 这两个是客房那样的 客房也是 沙发 打执 还有一张那样的木床 这绝对是来避暑的 上面还有两点呢 所以有一些是还在利用的 北戴河别墅都在利用 北戴河最初的规划和建设 都带有鲜明的旅游度假地的特点 修工路 立路灯 建发电厂 设药房和救生船 把绿化造林作为首要目标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 北戴河海滨避暑地出具规模 北戴河这些别墅呢 1949年存在719栋 40多个国家人在这生活 这些国家人在这建了别墅呢 都有自己的建筑风格在北戴河反映 它就北戴河这别墅 有号称是万国建筑布兰棺 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遗存了 天开图画 成乐图 人住蓬莱似猎先 这段21公里长的海湾 被人们描绘成神仙居住的仙境 而这一栋栋脑脑别墅 也被看作是 凝结着建筑音符的艺术品 他们见证了近代历史的风云变换 同时也记录下悠长岁月里 北戴河最别致的风景 出海捕鱼迎接渤海御出 身后有很多的海鸟 它就一直在我们的船后面 感受渔村新生活 过去依赖着海洋的资源 现在也要靠着好的海洋生态 做旅游维生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行走海岸线》 第82季戴河两岸幸福家园 正在播出 清晨4点多钟 我们驱车前忙坐落在北戴河去的 戴河口渔港 城市笼罩在博物之中非常安静 当我们到达港口 看到的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虽然港口不大 但人们在船与陆地之间来回穿梭 将刚捕获的海鲜第一时间销售出去 我们提前联系好一对夫妻 准备跟随他们一同出海捕鱼 说实话 在寻找当地渔民的这个过程当中 并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北戴河的旅游发展得很早 所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就有很多的渔民选择了上岸 投入到了旅游行业当中 加上现代渔业的快速发展 以及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 政府也鼓励渔民上岸 可以说过去 秦皇岛只要沿海的村庄就是渔村 村里的人们都是渔民 但是现在渔民确实不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想通过我们的记录 来拍摄一下秦皇岛渔民的生活 可以看到现在渔缸已经很繁忙了 有很多艘渔船正等待出港 您好 是李大哥吗 我们远方的家设置组 跟您联系过了 咱们现在能走了吗 能走了 能走了 那我们生日组就上船了 李国斌是附近的陆庄村人 近年55岁 家里祖祖辈辈都靠捕鱼为生 而他从十几岁就跟着附近出海 如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 李国斌驾驶着渔船缓缓离岸 是向伸手不见五指的茫茫大海 李大哥在开船 所以我们在船头和杨大姐先聊一下 你能不能先跟我们讲讲 为什么要这么早 我们就出发 四点就要走 因为船头迪高 在农业的时候 好像有点亮的 所以这个船行有很久吗 要开多久 渔船随着大海的波涛起起伏伏 曾经大河表岸之鸽子窝一带 沿海居民都是一部渔卫生 大小船只有一百多艘 如今海上座椅的渔船明显少了很多 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渔船随着海浪翻涌起伏 设置组全员都出现了运船现象 随着渔船使出海外越来越远 症状越来越严重 我们不得不暂停拍摄 大约早上六点多钟 天空逐渐放亮 在渤海之上 我们迎来了日出时刻 快看 身后有很多的海鸟 它就一直跟在我们的船后面 应该这些海鸟早就习惯了 追着渔船找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现在太阳刚刚升起来 景色很漂亮 可以说是 朝霞与海鸟齐飞 休水共长天一刻 成群的海鸟追逐着渔船飞行 它们等待着能有食物抛下 可以让自己饱餐一顿 对于这样的景象 李国斌夫妻俩都已经司空见惯 李国斌告诉我们 妻子杨宇洪家世代以种地为生 嫁给自己后开始跟船出海 因为不是隐海上的生活 二十多年来 他一直都运船 每天出海前都要提前吃 防止运船的药 直到最近两年才有所好转 所以每次出海 看见围绕着渔船的海鸟 他觉得渔船与海鸟 就像他们夫妻俩一样 在这茫茫大海上互相陪伴 在海上航行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们到达了李国斌下王的地方 哇 这网上面还是有收获的 也不少大螃蟹 还有鱼 怎么样啊 李大哥 今天还挺沫 我感觉这网还挺沉的 我拉一下 试一下 还有一只螃蟹 你来看一下 来 这是缩子蟹吧 这有多少啊 您再来估计一下 这有几两个 这只大缩子蟹飙肥体壮 渤海湾的海水含盐度低 加上北戴河海域的海底 以沙滩为主 所以这里出产的缩子蟹 除了鲜以外 还略带一点河蟹的香 在北戴河海有 蟹过无味的说法 意思是吃过缩子蟹 再吃其他海鲜 就没有什么味道 这个价格怎么样 这个应该达到 一百块钱吧 差不多 这一只吗 不 一斤 一斤 那这一只也七十呢 那在秦皇岛附近海域 在这个海产品当中 数量比较多的是什么 数量比较多的 首先从开车开始 这个螳螂虾是展翅膀的特产 螳螂虾也好是 也就熟成就是皮皮虾 皮皮虾 皮皮虾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属于这个 缩子蟹 缩子蟹 几月最多 这个钉子是现在的季节 9月1日以后 到10月10月份 这段时间 这是它的旺季节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它已经都上皇了 原本李国斌夫妻俩还要再起既往 但考虑到我们运船比较严重 就先把市制组成员送回岸 他们再返回网地继续工作 我们走进海边的陆庄村 村庄因最早来到这里定居的陆氏兄妹而得名 看到这艘大船 陆庄村就到了 对 上面写着美丽渔村 欢迎您 陆庄欢迎您 过去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渔村是吗 对 陆庄村坐落在北戴河区西部 南临渤海 三面环山 全村共有386户居民 1039人 过去有一多半人都以捕鱼为生 如今基本全部转型发展旅游产业 只剩下4条渔船 12个人还在捕鱼 但这些人也和李国斌家一样 开海时捕鱼 休于期主要还是经营家庭旅馆 在2010年建了9栋 192户 这是大龄分房 就是192套房子 对 把这个分给村民 村民的是夏天经营民宿 冬天全部住到这个楼房里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驱暖它一是少 可以集中功能 对 楼里居住的大都是年轻人 陆雁林带记者走进其中一户人家 主人叫张铜 26岁 刚刚完婚 屋里还挂着大红喜字 洋溢着喜庆的细细 新婚快乐 谢谢 您家原来是父辈是做渔民吗 也是 也是 也在海 咱这个离海边 周围也是靠这个 不是打鱼 也是这个收海货 那个围生上的 如今张铜的父母在村里经营家庭旅馆 平时老两口就生活在那里 只有在冬季才会搬到楼上 跟孩子一起生活 这栋房子是两居室 将近100平方米 当时只花了十多万元 他们交一下成本费 只是1500块钱 一平米 这个买房来说 你这就已经很低很低了 要不你说 市里的一套房 现在都是一万多 一万出点头 便宜点的也得八九千吧 没错 对 你现在就这种压力来说 市里买房压力太大 那对于 对于你来说就压力很轻了 那是不是也就是 换了一种方法 把年轻人也留在了村里 没错 张铜在秦皇岛市区工作 每天通勤时间只要20多分钟 非常方便 这套房子为他家 解决了生活中最大的困扰 离开张铜家 陆燕林带我们来到 陆庄村最续特色的民宿区 这片区是我们村里的 特色的民宿区 都是当年的房子 对 当年的房子进行改造 提升 变成了现在的民宿 这个能看出来不是统一建的 对 各家瓷砖贴的 都不一样了 七山的也不一样 是 民宿区坐落在商业街和住宅区中间 村庄最中心的位置 家家都是二层小楼 一共有六排楼房 大约一百多家民宿集中在这里经营 每家民宿至少有五六个房间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和维护 家家都有很多客源 而且大多都是回头客 这是您家的民宿 对 我刚才听陆大哥叫四婶 对 也是亲戚 您说这样的民宿是在 在我们村里头 大部分渔民转型以后 都是开的这样的民宿 王丽华家的房子 是2004年是改建的 2007年开始经营家庭旅馆 它也是村里最早一批转型做旅游的 这栋房子有上下两层 一层主要是客厅和夫妻俩的房间 二层是客房 有六个房间 能同时接待至少12位游客 我们进去看一下房间 好 不错的 像是这个渔村的人家的 自己家的住房 这原来就是家里设计的卧室是吧 就是家里设计 像这样的房间 如果是忘记的话 能卖到多少钱一斤 六七百吧 一个是环境 一个是品这陆庄村的海鲜 这是一种特色 也给他留住这些人来 在我们参观时 民宿的主人陆少君 已经在厨房忙活起来 他要做一桌当地特色的海鲜 招待我们 这也是他留住游客的看家本领 陆庄村的民宿管理制度 实行组长负责制 一共有15个组 每组20多户 组长负责代办各项手续 检查安全生产 用电用气和消防安全 为了使旅馆的管理更加规范 2013年 村里成立了旅馆民宿协会 陆彦林就是这个协会的会长 他对每家民宿的情况都非常了解 海鲜已经上桌了 我们既可以品尝一下渤海湾的海鲜 这也是游客们来到北戴河的渔村旅游的一种生活方式 傍晚6点多钟 天已经黑了下来 路边霓虹闪烁 家家都亮起了灯火 四叔以前也是渔民 打了多少年鱼 有30来年吧 您作为很早就转型的一批渔民 您现在觉得这个转型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你原先出海 说实在的 咱也是收入也不算太多 这些年海的资源也比较不像是那啥的时候 假如还是沙岸以后 干这个农家乐旅馆 家庭旅馆以后吧 这个收入还是比较稳定 北戴河的旅游网季是每年五一至十一之间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 游客量最多许曾超千万人次 主要都是来自京津汽地区 游客来吧 第一个都是奔北戴河 奔北戴河的海 来的比较多 那他们怎么就知道来的呢 最开始怎么做的呢 当时吧 我们村吧 有这些人就客人到这以后 看到这 打听说这男友吃农家饭 但是呢 都是到这奔着这个农家菜而来的 逐渐发展成这个陆庄村 现在有一个震大的民宿产业 陆庄村的变化 也是秦皇岛沿海村庄发展的缩影 渔民收起渔王 以另外一种方式与大海和谐相处 过去依赖着海洋的资源 来捕获资源维生 现在呢 也要靠着好的海洋生态 来做旅游维生 仍然是靠海吃 依然离不海海 在陆庄村了解之后 我们发现渔村的生活 每天都在变化 对吧 只要我们勇于面对生活的挑战 努力做出改变 日子会越来越好 所以做旅游的话 我们五年前来这个陆庄村 和五年后 还是不同的 今天要感谢陆大哥 四叔四婶 这么热情的款待 过几年我们再来这里旅游 再看看这里的改变 欢迎再来白带河 这里有孤独的图书馆 也有充满阴火气的生活 我看您这是买菜准备回家做饭呢 对 回望家族历史 汲取前行动力 在大海边创建新家园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第82集 戴河两岸幸福家园 正在播出 离开北戴河区 我们一路向南行驶 来到与北戴河区 戴河相望的北戴河新区 这里有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黄金海岸 150平方公里的防护林带一与匆匆 北戴河新区距北京 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距离天津和沈阳更近 宜人的自然气候 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吸引了很多京经济等地的人 来到这里定居 原来的荒滩 变成了一批批即旅游 康阳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体社区 我们来到其中的一个社区 这里生活着5000多户居民 我们是先约好的向导田说 在2015年搬到这里居住 自然人直观感受到的是 这边的自然条件和气候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海边城市 它整个的那种海啊沙滩啊 那种场景本身 你看到的时候就非常疗愈 另外呢 其实这边它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自然保护带 然后它这边有一片 巨大的湿地公园 然后整个这边的 包括像富氧离子 然后整个的空气的湿润度 然后都是非常舒适的 田说是北京人 今年38岁 从事传媒行业 他告诉我们 这里居住的人大都来自北京 基本都是双城生活 节假日时人比较多 社区活动也会特别丰富 这里的生活配套设施齐全 田说带我们来到社区超市 超市的命迹不大 但商品种类 满足日常所需没有问题 各种肉类生鲜 都来自当地的农场或渔场 每天有人专门配送 价格与金黄岛主城区 基本持平 田说告诉我们 超市的设计者是这里的一位业主 因为喜欢做饭 对菜市场情有独钟 并把这个超市 设计成了他理想中的样子 您是哪里来的 我是北京来的 北京啊 那现在是社区的业主吗 业主一直在那儿住 我看您这是买菜 准备回家做饭呢 对 买了青菜 买了青菜 买点肉 我们自己做 有时候就上市场 吴永梅今年58岁 2016年在这里买了房子 退休后过来生活 如今每年都在金黄岛 待上半年之久 选择在这里定居 除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他更看重的是 社区超前的服务理念 你有什么事 不管大事小事 全你叫管家也行 管家就全部 整个堂代就住 就对你热情的服务 固定的一个人吗 还是 固定的 送快点天天送到家 有个快点没来 他也找 有个家里要叫搞卫生 让他叫保洁 社区有什么活动 他都在这里都通知 你要是你不舒服 他马上公共就去你家 吴永梅说 退休后 他想寻找一个 让生活更加充实 精神更加愉悦的地方 这个海滨社区 满足了他理想中 所有的条件 他的说法 让我们有些好奇 这个社区的吸引力 究竟在哪里 我们跟随吴永梅 去他家里看看 每年都有山楂 到这时候就大丰收 屋业摘了 完了都从山楂灌到 完了就送给业主 这非常美好的生活 吴阿姨生活这儿 一看就很开心 这边是杏树 我感觉到了 这个心态 就也是变得 非常的热情 很开放 一路走到这儿 和这个路上 工作人员打招呼 说邻里之间 关系特别好 和工作人员关系 也特别好 也都熟悉了 那么多年 他们也都特别好 请进 好好好 谢谢 吴永梅家是一栋二层小楼 楼前有一个小庭院 种满了各种果树和青菜 和您家这个山楂 长得是真好 结了这么多果 也挺大的今年 挺好的 我给你摘一个 来 你尝一尝 再等一等不更好吗 你看 酸酸甜甜 是吗 有点北京糖果 如果那个感觉 对 照顾和打理这些植物 是吴永梅每天的必修课 这也是让她最感兴趣的事 秦皇岛北京两地春拿秋王 她的行程都遵循着 庭院里这些植物生长的规律 我每年的四月份 古雨嘛 古雨种瓜种豆嘛 到这个时节 每年在这时节 我要过来要种菜 要开始忙 忙土地里的事情 因为你买种子买晚了 就不好了 所以每年按照这个季节去买 来 然后什么时候再离开这里 每年到十一月中旬回去 吴永梅家距离海边 只有五分钟路程 每天去海边散步 也是她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阳光 绿树 清新的空气 和谐的邻里关系 和宁静的田园生活 这些都是她曾经理想中的样子 一到夏天就招待朋友 招待朋友多 朋友一来 我喜欢介绍这儿 所以来得特别多 其实有朋友来做客 也是生活当中 比较有意思的一天 每年每年都得四五波 五六波人 他们怎么评价您现在的 五百年生活 都羡慕 都特别羡慕 在这个海边的社区 有不少人像吴永梅一样忙碌大半生 如今为自己寻找到一处休养身心之所 同时这里还有很多年轻人 平时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工作 因为交通便利 周末和节假日就回到这里 其他时间 他们可以把房子交给社区托管 对于双城生活的人 这样的服务非常贴心 与吴永梅告别后 时间临近中午 田硕带我们来到社区食堂 整个社区一共有六个食堂 这里是其中之一 这是刚刚吃完出来 您好 您好 采访来了 对对 你们是住这儿吗 住这儿 刚吃完是吧 刚吃完 花了多少钱 很便宜 花多少钱 二十块钱 我也尝 二十 您是邻居还是 邻居 邻居 邻居相约一起来吃饭 对 净食食堂 特别少说自己 咱们食堂特别好 不错 我们也准备去尝一下 尝住 又干净又好 好好好 还没吃能遇到两个 什么都有 慢点 再见 再见 几个素不相识的人 就这样聊得起来 这让我们对吴永梅所说的 邻里关系 有了更深的感受 食堂内部宽敞明亮 是一个自注视的餐厅 对 这边最大特点 就是说吃的全都是 特别熟悉的菜 比如说北京的卤卤 山西的面食 然后还有一些都是家常菜 所以这边就是 常驻居民特别喜欢 还有山西的手工硬 您好 您好 那我就尝尝家乡的味道 山西扫子面来一份 整个食堂一分为二 一侧是就餐区 一侧取餐 这个食堂以北方菜式为主 有荤醋搭配的炒菜 也有水饺 面条 小笼包等各式面食 准备开饭了 先来看一下我们两个 今天那个餐食 我们俩都吃的是面 然后有一份水果 两个凉菜 还有我点了一杯饮料 一共是59 你尝尝你的面 震动不震动 食堂为社区增添了烟火器 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整个社区一共有六个食堂 每个食堂的风格和菜品 都各有不同 这些食堂 每天可以为几千人次 提供餐饮服务 这边北方人为主 所以就是北方的菜多一些 比如山西的面 天津的煎面这些 我看还有肉夹馍 这边还特意会安排他们去学 去当地学 跑去山西学到烧面吗 对 是的 那我要尝一尝 这个山西的扫子面 正不正宗了 尝尝 而且这边有一个特点 就是菜面特别多 味道很好 在这个新型的滨海社区 不仅生活便利 这里不定期举办的美食节 戏剧节和音乐节等 也丰富了居民们的内心 很多活动都有社区组织 田说自从来到这里 最让她感兴趣的是一项名为 社区驾驶计划的活动 林小妹是这项活动 最早的参与者之一 快看 这个景色还真的是不错 正面大海 这就是秦皇岛 非常美丽的海岸风光了 住在这应该很舒适了 特别开心 整个人其实是融入大自然的 2015年 林小妹来到这里 除了喜欢海滨的环境 她更希望找到一个 可以让自己放送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 她刚刚卸下生活的重担 说来话很长 我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 老大当时早产窒息 一岁的时候 转大为脑瘫 她这个情况还蛮严重的 两岁多的时候 她基本还不知道自己有腿 就是她腿基本都不能 自主地活动 还更不可能了 大女儿确诊患有脑瘫 这对她来说是天大的打击 更让她接受不了的是 那段时间 家里三位亲人接连去世 这样的打击 对林小妹来说 已经超出承受能力 这就是在我女儿 上一年级的时候 我曾经有过 想放弃的一个想法 我们老大上学的时候 那个状态是 每天轮椅要推着她去上学 在家基本就是自己爬着走的 包括她的智商 其实在五岁的时候 测过智商也就五十分吧 就满分 一般的人大概八九十一百分 那么我看着她很痛苦 也会很心疼 她在学校就是每天不能喝水 她拿笔都拿不稳 一坐就得一上午一下午 孩子非常难 当妈的我又帮不了她 非常非常难过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念头 我就想带她离开这个世界 林小妹在收拾东西时 偶然间发现一封 父亲写给哥哥的信 那也是哥哥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父亲在信中鼓励他 君子忍人所不能忍 容人所不能容 处人所不能处 这是父亲一直以来的处事哲学 也是他对几个子女的教育指导 看着熟悉的字迹 林小妹激动不已 我就是泪流满面 我坚定地认为 爸爸面对我的困境的时候 一定会坚持下去 其实从那以后 我从此再也没有想过 这种这么傻 或者这么可怕的一个念头 林小妹辞去工作 专心陪伴女儿 带她求医问药 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案 十几年过去 孩子的病情逐渐好转 那现在情况是好很多了是吗 对 现在好很多 其实她一直在康复的过程中 包括到大学二年级 还读了大学 读了大学 对 她自己也非常的努力 她现在状况是 主着双账 就守账 所以她走路可能会慢一些 你也知道 其实还不是很灵活 对 但是她的这个智力水平 已经就可以读完大学 没有问题 是的 是恢复正常了吗 恢复正常 然后她现在是在日本的早稻田 读博士了 这么厉害啊 博士二年级 对 所以我的经历 包括我女儿的经历 和现在的状态 都是爸爸的不服输和坚强 在我们一辈一代人身上的一个 传承和流淌吧 十几年紧绷的生活终于过去 从父辈那里获得的力量 让林小妹更加想了解 父母亲所经历的生活过往 这与社区组织的家史计划 不谋而合 她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 和她一样 参与这项活动的居民 都想更多 更深地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 并与身边的朋友 分享由此带来的生活感悟 发起这个活动以后 15年开始 16年就是征集稿件 每年年底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集子 然后也会在图书馆里留存 那么现在已经是6年了 这个计划 就是有很多篇的文章 我们也是从故事里头了解到 这个邻居 他的来龙去脉 家史计划 通过写作培训 搜集资料 讲述分享 和集结成书等方式 帮助参与者 对自己的家族追根溯源 6年时间里 已经有500个家庭参与其中 200多人参与写作 收集189篇文章 出版了6本家史极刊 我们看到桌上这些 都是你们写过的家史 是吗 是的 这么多 这都不一样 每年一册 这是很多人家里的故事 集合在一本书内 江华和宅鸿生夫妻俩 2015年加入到家史计划活动中 这次他们专门带来了 父辈留下的物品 第一枚是50年代 同麦岁八一五星冒灰 这应该是当时是 嵌在帽上的一个 第二枚是50年代 八一的五星冒灰 它还有很多那个 就是叫军工掌 但是我都没有了 我看到他的那个简历 就写的二等工 三等工 四等工全有 但这些都找不到了 这其实首先是您父亲 参加过的很多重要的 事件的一个证明 其实也是您父亲的人生的 很多的故事 对 我看这个小小的盒子 是你们专门做的吗 上面打印的字是写的 江华的父亲是一名军人 留下了几枚 50年代的徽章 家屎之后是家风 就比如这一行 特别简单的巧思 就你会感觉你的家族 有这样的一种 就是军人的那种 军人家庭 对 是会延续下去的 对 我和我先生也都当过兵 冒灰和纪念章 都是江华在加入家屎计划后 才开始收集的 而这些物品背后的故事 已经随着父亲的离去 再也无法知晓 这对江华来说 是莫大的遗憾 但令江华感到欣慰的是 他的儿子对于家族地势 非常感兴趣 与陪伴他长大的爷爷奶奶 有很深的感情 他还专门写下了 有关爷爷的故事 爷爷从小在村里开办的学堂 念的私塾 因为刻苦与努力 爷爷在书法方面 有着很深的功底 所以爷爷给他讲当年的故事 我看很多包括那会儿 爷爷参加工作之后 换正装 以及那个时候来带人接物 从小爷爷给他讲 他现在身上有很多爷爷的影子 他自己写在这个里面 家屎计划 并不是单纯的追忆过往 它更倡导珍惜当下 林小梅说 每个刚加入活动的人 在整理资料室都会发现 长大后与父母的合影少了 跟父母坐下来聊天的机会也少了 忙碌的生活中 最先被忽略的 就是与父母的相处时光 所以家屎计划 更想提醒大家的是珍惜当下 我听到这儿 其实我的感触也挺深的 我相信很多人在听 大家回忆家屎的故事的时候 都会不断地问自己 也不断地回想 我爸爸当年是在哪里读的书 在哪里工作的 我的爷爷又是一个 怎样的生活环境当年 但我来到这里 我觉得我应该把它记下 因为有些故事 如果我们再不回忆 再不记录的话 随着时间就忘了 每一篇文章的背后 都是一个家庭的记忆 这份记忆中 既有言传深小的家风传承 也有一个家族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 每一段家事背后 都蕴含一个地域的历史和文化 他们彼此连接 交相辉映 留下的是一个个时代的印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YK 生起 你是何 你是我家的记忆 我爱你 你懂我所有的悲喜 曾经再次分裂 也将再次同居 我全都相依 暴动风和雨 我们再次相拥 也将再次前行 我家那片海 全都相依 我全都相依 我全都相依 也将再次 Series 我全都相依 尘封九万里 尘封九万里